中少爺委員提到業域飲水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從高雄縣 業域飲到台南縣 然後再 流到所謂的高坪地區 特別是高雄市的北區 所謂的男子走營地區來使用 其實這個業域飲水現在不是要終止對不對 我的了解 只是現在這個民眾還有大家對這個工程有餘力 那麼現在這個工程會已經在邀請專家來做很客觀的評估 因為這種工程的問題 是的確必須要用非常科學 來不要用這個所謂一般的嘗試或情緒 那麼這個整個要做完整的評估以後 所以要儘快然後做出客觀科學上的依據 然後提供給高層 然後做個判斷 要不然我想兩三年後高雄特別是高坪地區 沒有水可以用 特別是像中鋼以及南子加工區 還有南科等等高科技產業 會碰到缺水的問題 這個就期待解決好不好 因為在這個月雨雲水還沒有解決之前 我想是不是在既有的水庫 希望加強它的效能效率 然後甚至或許可以尋找新的水源 這都是要用用用辦法的 好不好 是 我想 剛才幾位同仁談到庶民經濟 是不是 那個蔡主委提供給烏多利格奎 目前最夯的資源對不對 是不是 不敢當 這個並 是哪一個人提供的 我這個大概 吳院長 他本身有他多年的這個 他自己想出來的 庶民經濟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看法 那什麼叫庶民經濟呢 你剛才談了很多 簡單二要 兩三句話可以談出來嗎 就是簡單二要 就是說 在政府 在施政 應該是 以這個服務導向 顧客導向的 來做出發點 第二個 要這個 對於政府的各種 尤其經濟的措施 要能夠真正切合到 一般民眾的 感謝 感觸跟感受 跟期待 那麼因此 這裡邊 尤其對於中低收日 好 我知道了 做是經濟團體 要特 主群 要特 我想主委 何謂庶民 所謂的庶民就是 一般百姓所需要 所想像的 所要求的 最謙卑的要求 帶給我生活上的方便 給我經濟改善 生活品質提高 其實 百姓 不希望 不希望聽到 每一次都高談 扩論 因為周遭對我的環境 政策 經濟政策 對我最有幫忙 最重要 所以我想 這是百姓 最謙卑的要求 生活上 息息相關的 經濟政策 所以我想 剛才 因為 今天忽然間所有假洞 奇怪 第一天就有假洞 所以我跟 民進黨委員 商量之後 因為我們後天 徐委員 徐招委 要安排到高平 嘉南地區 勘災 所以剛才 高平的委員 就告訴我 去要有效果 我想我們每次都要有效果 不然去看北村 頭到一天 在這裡開票就好 所以 我想 我跟 特別是跟 徐仲雄 趙薇 兩位 特別認為 到災區 最需要什麼 最重要 這也是市民經濟 最直接 最簽標的要求 所以剛才 他們提到 雙元大橋 雙元大橋 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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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斷了對不對 所以 我們看到 那個 報宅 要 現在暫時 不蓋 要等三年以後對不對 所以本席認為 要蓋新的 同時 應該舊的也要搭一個便橋 讓它趕快通 老百姓不能等三年 因為 短短的沒有幾 大概兩三公里 大概一兩公里 新橫 的人 屏東 要來 要來 所謂的臨盆 國文官 哇 繞一大圈 那不得了啊 所以我想這是老百姓最謙卑 最 最平常的要求 我希望經濟會主委 回去的時候 因為你是 那個經濟的小妹格 龍頭 所以你 本席希望 哲成你 跟交通部有關 單位 雙元大橋 本席跟那個 許忠雄委員 跟很多經濟委員 去看的時候 希望能夠有所結果 好不好 當然 輕重緩急 時間的問題 這個是交通部長 在總質詢的時候也提到了 他 會這個 緊急的 這個各種相關的措施 搭便橋 這個怎麼樣 還有便橋的規格 是不是只是通摩托車 或是通 這個 一般的四輪 我們希望盡早 或者是 初期啊 這個橋 要還沒有搭好以前 便橋還沒有搭蓋以前 是不是要用 這個 巴士來做其他的 這個服務 那麼這個是 的確交通部 已經開始在找 我想現在也沒有戰爭 不許動用 那個軍中工兵 好不好 我想 想盡辦法 不要一拖 好不好 一拖三年兩年 快到半年 半年 太久便橋而已嘛 大概兩個月三個月之內 好不好 來努力看看 這是 也是災禍產業重建 你的 所謂的業務揮報裡面的意向 不過 本期請問 那個 蔡主委 你們裡面有顧問有幾個 顧問 以現在 這個 經建會最主要的顧問 我了解是 有 這個 一位是 黃金山先生 他是 水利的專家 在幫 這個有關 這個 綜合治水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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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水專家 黃金山先生 他 現在 幾歲了 他 他是 已經 從政府 部門 退休了 他退休 現在 因為他是這方面的老前輩 那 他還 就很活躍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 本期問你幾歲啊 你是他的主委啊 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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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歲 七十二歲嗎 七十二歲 對不起 我還年紀大了一點 沒有 因為剛才有 很多委員說你年紀大 我不服氣啊 比你更大的顧問啊 對不對 今天怎麼沒有來啊 有沒有來 顧問不問嗎 顧問不問嗎 他領多少薪水 他是一個顧問 不是 這應該是 不會很多 大概一萬多塊錢 一萬 一萬 據說他掌控 水利 大餅啊 不可能 水利的大 太上皇啊 我想這一點 他不可能 因為我們有政府的 正當的程序 他頂多只能夠在意見上 我們給他徵詢的時候 他給 協助我們這個部門處 他天天上班嗎 呃 他應該有固定的上班時間 還有要是有什麼事情 隨便 隨時打電話 他都會 你捨掉正當正常的官員 不用 監聽顧問的話 呃 不見得啦 這個他只不過是 我們自己還有 我想 因為本席 對他是不是很了解 我也沒看到 我沒有看過他 不過正義不斷啊 我去查一些他的資料啊 原三子 基隆河 原三子分紅 是他下令提早 開放 水門的 發生問題的 他本人 求援兼裁判 還賠了 日商 七億多啊 我 我剛才問水利署啊 第四核山局局長打電話給我啊 他說他階級太小 這上面的事 他詳細都都 都不知道 不敢跟我報告啊 我想 因為 你 這麼多官員 你不用 你盡聽 那 七十幾歲的 老顧問 事實上我們是尊重啊 但是 尊重可以啊 不能掌控 預算的大餅啊 水利署的預算 都是在掌控啊 他在分配啊 你該避免 挖田裡下 不能退而不休啊 在經建會是 不可能的 只是做一個被動的審議 不可能說 主動的去 這個是 那當然這個 好不好 你跟他關係也不錯啦 你跟他關係也不錯啦 我會注意啦 我會注意啦 你跟他關係也不錯啦 好 我想我講話 點到為止啊 啊 我們憲勞為什麼 水利署發生 健康的問題 八年八百億 正常的預算 一千多億 還是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對不起國人 我在想齁 你剛才大家提到 所謂的 其實啊 我想你經建會主委 應該了解啊 你我發現你 答話慢吞吞 也沒有什麼 曹野的委員 你是以柔克剛對不對 啊 不是這樣啦 我這個 你要事實為政府 答辯啦 為什麼水利這麼高 雙鏡海西洋啊 本來六十歲的退休啊 勞工朋友啊 你怎麼改六十五歲啊 欸 舊的下不來 新的上不去 自然 欸 水利自然就增高 增加 大家都可以了解 第一點 第二點 外勞現在幾個你知道嗎 外勞外勞 呃 應該是將近三十萬 錯了啊 我剛才去問啊 到九十八年八月底 三十四萬 四千五百九十九人 三十四萬 四千五百九十九人嘛 其實啊 當時經濟 蓬勃發展 我們老人 可能說齁 兩萬塊一還沒錢啊 坦白講主委 現在兩萬塊一萬八千塊 有人要談啊 我的福祉每天 排了很多人 要來賺一千 一萬八千塊的錢啊 所以你應該想辦法 現在三十五萬 三十四點五萬的外勞 想辦法降低到二十萬 你如果降給十四萬五 國人就有機會增加十四萬 五千個左右的 就位機會嘛 這地級馬上 齁 可以達到成效嘛 所以降低外勞 我想朝野 南綠都通通贊成啦 好不好 好 讓我們所謂的基層的老百姓 一個機會 降低外勞 幫忙本勞 好 義雄謝謝 好 謝謝 這是你的責任 我還要繼續追你喔 以後謝謝 謝謝 謝謝